涅槃案之理 能达斯说 本自情结 为什么 它是真的 生死 烦恼 我们讲见死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这一展开来 是无量无边的烦恼 归拿起来不外乎这三大位 这个东西是烦恼 让我们这个心里烦躁 不安 我们什么心 忘心 忘心 接受 很容易接受 真心 真心不接受 真心里头没有良 所以能达斯说 第一句话就说 何其自信 本自情结 任何一个人 出生 他的真心 没良 恶鬼 也没良 纵然 堕到阿比地狱 他的自信 还没良 本来就不良 那么换句话是 长龙 我尽 在呀 发生 薄弱 泄土 也在呀 就是不嫌弃 现在不起作用 这什么原因呢 这是有个 任无的忘心 张开着他 把他挡住 他不起作用 道理在此 那我们修行 修什么 没有别的 就是希望这些烦恼啊 无量无边的烦恼啊 把他化解 我们的信德 不就先前了吗 怎么化解 大成教里面说 烦恼有多少 八万四千 那佛法呢 佛法有八万四千人发 那意思是什么 对付烦恼 经上又说 烦恼 无尽啊 那四宏实验不是说 烦恼无尽 实验段吗 用什么段呢 发门 发门 无量实验 无量发门是 对质 无尽 烦恼 换句话说 烦恼有多少 发门就是多少 烦恼没有了 发门也没有了 相对 烦恼是病啊 发门是药啊 药是致病的 病治好了 药就没有了 药就没有了 病治好了 还有药 你又病了 哪一个健康身体的人 天天吃药呢 没这个道理吗 吃药嘛 他就有病吧 但是进补 进补都是有病 他需要 真正健康 什么补都不需要 那叫真的健康 那么你就晓得 发门原来是 对质烦恼的 所以 大臣教里头 有一句话说 阿弥陀佛 六字鸿名 叫阿切托幼 阿切托是印度化 就是这个药 无病不治 什么病 他都能治 而且非常有效 他不是治某一种某一种 他是什么都治 你要得到这个药 你就得到保了 千经万论 可以不必学了 这真正一点不加 对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